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策说在两年内要让公部门的派遣让它走入历史要逐步的在两年以后让它消失到底 那问题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当劳动派遣在公部门里面 慢慢的减少 乃至于全部的禁绝了以后 那接下来会用什么样子的雇佣形态来去保护这些劳工的权益 那如果说是顿到自然的尘来的话 问题会不会反而没有解决 只是变得更为严重 那事实上这些问题 我在上个会期进行质询的时候 我其实都已经点出来了 那只不过说那个时候的人士长也好 劳动部部长也好 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欠缺方向感 也欠缺必要的认识 那导致我在委员会质询的时候 针对我所提出来实质的问题 根本没有办法去进行清楚具体的回答以及回应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的行政院这个政策已经判定出来的话 那我相信应该是准备好的 应该是准备好的 那所以在今天的工庭会上面 既然已经让大家花了这个时间来参与这场工庭会 那我希望这场工庭会不是流于形势 而是有比较实质意见上面的交流 那当然最后要收拢 或者是说要归纳出什么结论 我可以了解或许有一定程度的困难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会希望说行政部门就目前的规划 那包括了就有外司部门承揽的部分 那现在具体的计划整个立法的步骤到底到什么样的阶段 今年是如同媒体上面所在 劳动太浅专法还没有办法提出来 那如果说到2016年在总统选举的时候所提出来的政见 到2018年的时候东西还没有办法提出来 那请问是什么时候要提出来 难道要等到2020年下一任以后才要再提出来吗 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具体的实际是什么 恐怕也有必要 要向大家说明清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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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